每当提到一级方程式史上最成功的独立车队 威廉士大多是浮出脑海的第一个名字 确实在近十年 威廉士车队在场上的战机只能用每下预况形容 很难令人相信这支近年都未属后端班的车队 曾是统治F1的强权之一 尤其在80及90年代先后拥有Frank Dunney 及Adrian Newey两大工程天才坐镇 并且先后与本田及雷诺两大动力供应商 合力撑起了两代王朝 黄、白、蓝三色涂装也变成许多老一辈车粉 对威廉士美好年代的记忆 其中在1992年赛季初赛的FW14B赛车 其装备的独特悬吊机制除了在场上所向披靡外 更被视为当代一级方程式赛车科技的关键指标 同时标志着威廉士最后一段辉煌时代的开端 这集就来回顾一下曾在30年前被号称是F1最先进的科技机器 如何在赛场上让其他对手枉成莫及 最一开始当然先将当时的时空背景交代清楚 在1989年FRA为了降低各队开发成本 因此全面禁用涡轮增压引擎 开启了一级方程式长达25年的自然进气时代 由于最初动力规则并未强制气缸数字 仅有着禁止涡轮增压使用及排放量不得超过3.5升两大限制 因此在场上参赛的车辆同时存在着V8、V10以及V12 三种调性截然不同的引擎 当然也各自存在着各自的优缺 V12动力能在相同转速输出更大的动力 但多出的两门气缸也使引擎重量及油耗增加 让赛车在加速及过弯时较为不灵活 同时在策略的拟定上就少了几分弹性 V8调性刚好相反 重量较轻但动力输出就明显逊色 加速及弯路占优但在直路等同任人宰割 而V10虽能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但就相当吃重整体动力的布局及调教功夫 而雷诺当时所开发的V10动力 虽然就动力输出上不及使用V12动力的 红军及Maclaren本田阵营 不过由于整具动力重量较轻的关系 让整体性能相较红军及本田动力明显占上优势 间接让90年初场上竞争板块开始出现变化 正因为自然进气动力重出江湖的关系 开发成本下降多少提升了独立车厂 及开发商的参与意愿 在90年初骑场上一度有超过30辆赛车参赛 那当然其中也包含不少牛鬼蛇神掺杂其中 不过伴随的便是大型车队 也将开发资源往空力或车控套件等方向转移 等同开启了近代赛车科技的下一波革新 那讲回到威廉士 由于本田在87年赛季结束之后提早终止合作转跳 Maclaren 导致威廉士在88年必须寻求动力的替代方案 于是在这个由Maclaren海放众生的赛季 只能转而使用竞争力明显不佳的JUD V8动力 战绩也从前一年的车队世界冠军一路下滑至年度第七 不过在1989年与雷诺结盟之后 战绩就开始有反弹的迹象 以旧车升级的FW12C级新车FW13 虽然竞争力依然远不及Maclaren开发的MP45赛车 仍靠着Terry Bootson在加拿大及澳洲两站拿下胜场 除了终结威廉士的胜场干旱旗之外 也爬回车队榜第二 然而效力车队多年的总设计师Frank Derny 却因为无法等到升迁机会而在年末另寻他救 在失去空力关键推手之下 改良的FW13B赛车在90年赛季虽然有着速度上的优势 在车辆时长不稳定之下 接连被争取到Alan Proz加盟的红军 以及由Nelson Piquet坐镇的Benetton在积分榜超越 一切看似分崩离析之际 威廉士却迎来了90年代王朝的关键推手 在季中网罗的刚被Marsh车队炒鱿鱼的Adrian Newey担任总设计师 早在Newey效力Marsh车队时期 早已在有限预算之下设计过不少空力效果起家的赛车 生涯第一份作品Layton House March 881 更是在88年赛季唯一在场上领跑过的自然进气动力赛车 在入队之后没多久炫及展开新车的演发工作 同时在Frank Williams多次的奔走及条件交换之下 Nagel Mansell终于是打消退役回归旧东家 而威廉士用于91年赛季的FW14赛车 由于雷诺重新升级的RS3C V10动力性能大幅进化 搭配Adrian Newey所操刀的车体空力设计 以及创新的半自动变速箱 威廉士在91年赛季进化成挑战由 Alton Senna所领军的McClaren最大的对手 然而车辆所装备的半自动变速箱 时常出现故障导致威廉士在91年初不断失分 虽然状况在季中获得改善 季末仍以些许差距错失世界冠军 全季仍进账125分与McClaren之间仅有14分差距 Mansell在回归老东家后第一季就拿下5胜牌在年度第二 两队之间实力落差早已不如过往那般明显 同时标志着自1988年起的McClaren本田王朝即将告终 即便在91年赛季 FW14赛车时常因为变速箱放炮而丢了不少胜场 论急速度上却能够与McClaren评分秋色 季中甚至一度成为全场最快的赛车 多少体现出雷诺动力以及Adrian Newey的车辆设计在场上的优势 车队于是选择先行升级上一年的FW14赛车 除了对车辆空力细节进行调整以外 为避免91年初的变速箱连续故障 因此开发了全新的半自动变速箱 动力供应商雷诺在年初同样续用了前一季的RS3C动力 在输出上可以在12500转有近700匹马力的输出 而当下半年新版的RS4启用之后 转速域增加至13000转并且增加至750匹马力的输出 同时在规则默许之下新增了寻机防滑 以增加过弯时的抓地力 上述的升级确实增加了赛车的竞争力 不过真正让这辆B版FW14赛车性能三级跳的关键 在于威廉式重新加入了名为Active Suspension的关键技术 将整辆赛车从前段班等级实力推到了另一个无人能级的境界 当然为何会用重新加入来形容 嗯 这又有一小段故事能讲了 乍听之下 能主动控制车辆离地高度的悬吊系统设计相当精明且化时代 然而类似的技术早已在F1圈子出现一时 时间回到1980年初 莲花车队总工程师Peter Wright 为了有效解决异地效应赛车所产生的Proposing问题 啊是啊 异地效应赛车的囤跳问题不止现在会发生 因此研发出了一套可以借由车控系统控制的 整合式避震系统取代传统的弹簧 借由侦测车辆状态并经由ECU所发出的讯号 对车辆Ride High进行调整 所谓的Ride High指的是车辆底盘与地面之间的距离 同时也是影响车辆空力效果的关键因素 一般而言 在使用传统避震的情况下 Ride High会随着车辆在行径间的Pitch and Roll不断变化 从而影响车辆的平衡及空力效果 而有关莲花的悬吊机制运作方式 主要是借由侦测个别车胎压力 让ECU对悬吊进行修正 减少Pitch and Roll所导致的High Ride变动让车辆稳定性上升 进而让空力及抓地力最佳化 即便在1983年起FIA禁止异地效应赛车开发 莲花在当年推出的92赛车上依然测试了这套系统 并在当年的巴西及加州长滩两战实际出赛 不过效果就不如预期中理想 导致当年效力莲花的Mansell对于主动式悬吊失去了信心 但又有谁能料到未来Mansell将会是主动悬吊技术成熟后的头号受益者 而当时间快转到1987年 Frank Derney在FW11B赛车上同样开发了类似的悬吊系统 不过在运作方式上就与莲花的系统存在着些许的差异 仅有对应当下赛道状态对车辆悬吊进行调整 加上由于莲花注册了Active Suspension的名称使用权 因此将整套系统命名为Reactive Suspension 起初整套系统仅使用在PK所驾驶的车辆上 Mansell似乎因为莲花时期的阴影因此拒绝了改动悬吊的提议 直到PK在意大利战夺胜之后才再度接纳了主动式的悬吊机制 而值得一讲的是 率先开发出主动式悬吊的莲花车队 在同一年所开发的99T赛车再次安装了相同的系统 并由SENA在蒙蒂卡罗率先拿下胜场 不过整组系统同样存在缺陷 首先就是额外的抑压零件及更复杂的悬吊结构 通常会让车重额外多个10-20公斤 加上当时电脑科技未如当前先进 车控系统一旦出错很容易导致车辆不稳 最后当然就是偷动力的问题 由于这类型悬吊的抑压系统仍需透过引擎的驱轴驱动 估计至少会让引擎损失约5%的动力 以上问题也间接导致威廉士为何在88年赛季战绩崩盘 在失去本田动力之后 由于JUD的动力本来就存在输出不足的状况 为了推动悬吊的抑压系统导致动力输出再次下修 额外的零件导致车辆增重快25公斤 多重因素夹击之下 让本来速度就不快的FW12赛车进一步遭到拖慢 于是威廉士自89年起放弃了主动式悬吊 不过来到1992年 当雷诺动力再次有了性能优势 加上相关技术日渐成熟之时 似乎Active Suspension就有了重回厂商的机会 因此FW14B加入了全新的ECU级悬吊构造 并在开发期间聘用了未来宾室王朝的关键推手Paddy Lowe 协助控制城市编写 藉由对安装于底盘的感知器回传的离地数据 及车辆行进数据进行演算对悬吊进行调整 从而不断修正车辆在行进间的离地高度外 车控电脑能够记忆赛道特性 从而拟定最佳悬吊高度调整程序 在赛道不同路段上都能维持在最佳位置 让车辆空力最佳化 并且可藉由远端控制在行进间 不断修正转向不足或转向过渡问题 整组机制也能侦测赛道上的路面起伏 从而让控制程式对悬吊调整程序做出修改 同时工程组在方向盘上 额外加入了可以快速降低车尾Ride High的按钮 从而降低阻力让赛车在直线上能有更快的车速 Paddy Low也在日后将这套系统形容成最原始的DRS 整体而言 在主动式悬吊重出江湖及Adrian Newey主理的车体空力加持之下 整辆赛车等同拥有最为理想的Mechanical Grip及Bodywork Arrow 搭配上更为成熟的雷诺V10动力 看似威廉士有极大机会寻回失落的世界冠军也说不定 就当时外界的预测 1992年赛季将会是由威廉士持续对决Maclaren 然而在开季之后场上局势便有了极大的转变 FW14B赛车在开季之后的头五战赛事当中靠着Mansel豪取五连胜 同时与队友Ricardo Patrici合力收下四次的正赛1&2 替威廉士打响头炮 Mansel在排位赛的单圈时间能比其余车队快上至少一秒 并且在正赛以至少20秒起跳的差距夺胜 巴西战正赛在两辆Maclaren发生故障退赛之下 全场也就Mansel以及Patrici完成71圈的赛程 等同将第三名之后所有车手全部无情套圈 赛季第六战造访蒙蒂卡罗 Mansel已经一秒差距力退队友及Sena抢下甘位 并在起跑之后一路甩开后方集团 本有机会再度以超过30秒差距取胜 却在第71圈发生车胎漏气被迫进战 并且在换胎阶段发生失误 出战之后调到了Sena后面 虽然很快利用车速优势追上 利用不断的进攻寄望逼出Sena失误 不过他面对的可是号称摩纳哥之王的Sena 加上蒙蒂卡罗赛道极高的超车难度 Mansel在与Sena多圈的近身缠斗之后 最后是以0.2秒之差败下阵来屈居第二 而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悬吊能够有效应对赛道路面的起伏 FW14B是少数在Casino及Marebo弯道之间 下坡路段能直接驶过外线的赛车 由于这段路面有着不寻常的突起 纵使到今天所有车手在比赛期间都会特地闪避以避免车辆失控 镜头拉回到92年赛季 当赛程回到常规赛道之后 威廉士在加拿大战难得发生亮呛 排位赛阶段意外由Sena拿下岗位 随后在正赛阶段又因为基建故障及失误 让威廉士吞下了Double DNF 不过在加拿大战所错失的甘位 也仅是全季错失的唯一一甘 就开季头几战的状态来看 由于Mansel极具侵略性的驾驶风格相当适合车辆的设定 往往能将FW14B赛车速度发挥到最极限 相对之下 队友Patrice因为不适应主动式悬吊开始出现跟不上的状况 当赛程回到欧洲之后 Mansel再度展现优势 接连在法国、英国及德国三战完成Port to win 尤其在自家主场英国战 排位赛阶段全场也就威廉士两车单圈得以进入1分21秒内 Mansel更缴出了1分18.965的单圈 比队友Patrice快上1.9秒 更比有排位赛之王外号的Sena快上了2.7秒 可见FW14B在场上的速度优势有多么夸张 并且在隔天的正赛阶段 Mansel在全场没有让出领先位置的情况下 拿下生涯第28胜 完成分战Grand Slam 同时超越Jackie Stewart成为当时最多胜的英国车手 在德国战完成Port to win之后 此时的Mansel在7分榜以86分领先群雄 距离第二名的Patrice已经拉出46分差距 在赛季上有6战赛程之下 代表在匈牙利战只要比队友多拿4分就能提前封王 同时只要威廉士拿下1&2 就能连同车队世界冠军一并收下 赛季第11战 已是宏戈奥林 对Mansel及威廉士而言都是封王的关键之战 不过在排位赛胜出的却是队友Patrice 并且在正赛起跑阶段 Mansel发生失误调到第4 虽然在第8圈反乔Bagger回到第3 面对驾驶风格同样具侵略性的Sena 加上赛道难以超车的特性 让Mansel一路卡在Sena后方迟迟无法突破 随后在第31圈Mansel再次发生失误调回第4 并在第51圈遇上车胎问题 被迫近战一路调到第6 随后第55圈Patrice发生引擎故障被迫退赛 代表威廉士问鼎车队世界冠军必须再多等一场 而Mansel在最后的20圈当中靠着车辆优势 及对手接连出事之下不断爬升名次 最后就以第二名完赛 同时代表Mansel在赛季还剩下五战赛程之下 提早问鼎世界冠军 算是一场1986年封关战 因为爆胎事故而弄丢的冠军荣耀 比利时战迎来了92年难得的宇战 虽然Mansel再次抢占甘位 并在正赛不断带开与后方集团差距 在天宇路滑的情况下再次变成驾驶技术的发挥 不过当赛道转杆时 由于Schumacher在发生状况之下 提早进战同时换上甘胎的赌注奏效 在赛道足够干燥之下不断提速 让晚了三圈进战的Mansel因此让出领先 随后在追击Schumacher的阶段 引擎出现问题导致掉速 最后是由Schumacher拿下生涯首胜 Mansel在车辆出问题下仍能以第二名完赛 加上队友Patrice以第三冲线 代表威廉是得以在比利时战拿下 等了五年的车队世界冠军 而赛季的最后四战赛程当中 Mansel及Patrice分别在葡萄牙纪日本各自拿下一胜 虽然因为基建问题及失误 两车手在最后四战累积了五次退赛 在世界冠军尘埃落定之下早已毫无影响 就如前面所提到 由于Adrian Newey所操刀的空力布局 加上主动式悬吊及循机防滑系统加持下 让FW14B赛车拥有极佳的空力及抓地力 搭配上雷诺V10的动力优势 以及故障率大幅下降的半自动变速箱 整年下来16战赛事当中合计拿下了15次甘位 10次封锁头牌及10次分战冠军 多胜的分战平均能与其他车队有着30秒以上的差距 Mansell在排位赛当中平均能与其余车队拉出约1.5至2秒的差距 整年16场正赛当中扫下了破纪录的9次分战冠军 并在匈牙利战后提前五战封王 以上的车手记录一路到2002年才被Michael Schumacher 以及名为F2002的名剧打破 上半年近乎无敌的场上表现让世界冠军争夺提前定调 深究FW14B的开发秘新 除了主动式悬吊技术的成熟及新增不少先进的电控之外 威廉是在1991年启用了专用的风动设施 不需在与其余车队共用风动的状况下让开发效率获得明显提升 让既有的设计、打造、赛道测试开发回圈出现变化 原先的设计及打造之间新增了风动模拟这项必经环节 同时在引擎开发成本下降的催化下 进而驱使了各队在空力技术上的快速发展 而回到威廉是 正因为FW14B赛车强大的竞争力 让威廉是取消了在季中换用FW15赛车的计划 不过在隔一年升级的FW15C赛车 除了沿用主动式悬吊、循迹防滑以及半自动变速箱之外 还加装了包含ABS刹车防锁死及起跑控制系统 更一度在测试期间装置了现今速克达机车常见的CVT变速箱 基本上能够想得到的电控FW15C全都使用过 让Alan Pross在93年转战威廉事后随机统治全场 与童年加盟的大龄新秀Damon Hill全季收下10胜及15次甘位 Pross除了在英国站达政时尚首位生涯50胜车手以外 在葡萄牙站拿下分战第二之后问鼎生涯第四座世界冠军 直到1993年赛季结束之后 FRA为了有效控制开发预算及避免主动式悬吊所造成的危险 将包含主动式悬吊及所有电控系统在内全部封杀 即便因为技术规章修改而绝迹于F1常上 以上的技术资产对于日后汽车工业也有着深远影响 近年来许多高级量产车当中大多都搭配了类似的主动式悬吊系统 除了增加车辆过弯能力以外 在行径颠簸的路面时能够借由车控电脑对避震进行调整以减少车辆跳动 进而增加行径时的舒适度 而关于FW14B赛车Active Suspension的设计细节 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 威廉是甚至在赛季进行期间为避免发生碰撞导致鼻头松脱后泄露天机 会额外在避震器周围盖上一块绒布 就连整组悬吊设计的关键推手Frank Downey 至今依然对其设计的细节三肩其口 不过在90年代的车控技术已经得以在车辆行径间不断对悬吊进行动态修正 除了大量数据演算及程式执行之外 同时涉及到不少空力以及车辆运作原理的技术整合 其技术的顶尖程度让FW14B时至今日仍被认为是近代F1 乃至整个赛车科技的关键指标 那么这期就到这边了 话说在2019年现行的车体规则上限之际 FIA曾一度考虑截动主动式悬吊 而在2022年赛季进行之际 不少车队都因为POPOSING问题而头痛时 主动式悬吊是否就是解决问题的解方 欢迎各位在留言区留下看法 那就下部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